大家好,我叫Michael,中文名字叫孙乐川 我现在是蒙特利尔一家艺术科技项目的联合创始人叫Galia Galia这个字寓意将生活场所变身艺术展 这个字不仅仅代表了艺术,而是一种可见的颠覆 因为在北美,大部分艺术家依然需要依靠签约艺术机构 或者提升艺术圈层,才能将他们的作品带入更广泛的市场 而Galia显然正在做另外一件事 我们的目的是帮助艺术家把他们的作品让别人看见、发现、认可 并且被买 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看到一个社会上的一个问题 关于艺术家找不到展示自己的作品的机会 因为我们各个人的这个数据,我们自己做一些调影 就会感觉发现,Galia真是比较有文艺这种基础的 那么多艺术家 只有百分之七的作品是会有种展现的机会的 其他的艺术家都会就是特别特别优秀艺术家的作品 就会在家放在抽空、放在地下室 我现在发现身边好多朋友是这样的 他们其实很有财 但是他的东西,东西好但是卖不出去 他也不认识人 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市场的方式来卖出去 我们第一个指令 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让别人看见 其实就这一点啊,就感觉挺简单的吧 但是就连对大家看见的就是第一步很多艺术家的这个机会都没有 Galia真的是觉得 starting artist 这种想法 就是我们现代的社会是这样的 就是你如果你是艺术家 你如果不是顶尖的艺术家 你很有可能没法靠这个模仁吃饭 但是呢 我们真的感觉就是 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让别人 就是有机会让艺术家的作品被别人看见 然后认可然后被别人买 其实这些事情没那么附近 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是有个解决方式的 如果这个就是能解决的话 我们相信我们就是能产生一个 艺术家的中产阶级 这种艺术家的中产阶级 都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 我觉得中国人就很熟悉的这种 O2O模式 就是让我们的艺术家 那些上线下都有这种渠道买 这个买了之后呢 慢慢慢慢如果用户更多 有这种买艺术品的习惯了 这个就可以完全可以有 我们艺术家的中产阶级 你们现在做的是颠覆了我们一个 传统的想法就是我们传统认为呢 就是你有钱了 我去投资这个艺术品 或者买一个作品放在家里收藏 可能会是什么 但是现在看来我看因为你的平台上 也是太贵了 因为主家也是 选择也特别多 是不是我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我其实喜欢这个艺术家 我可以收藏的 我们团队也觉得 那些收藏非常贵的艺术品 在那些家庭里的 就是挺有钱的那些 对着他们这么做一点错没有 其实我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得很好 他们是帮着社会来收藏一些 社会的文艺的这些非常重要的 艺术品啊一些其他的产品 但是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 我们觉得你也可以参加 你不一定非要买一些什么奇牌石啊徐卫宏的那些 比如说我个人的作品 对你喜欢谁 比如说是什么样style的 我我我喜欢 比如说心里一代的这种 就是street art pop art 也我也就是 这个挺喜欢哲学的 就是说有一些作品就感觉有一个deeper meaning 我也特别喜欢 然后现在有个什么习惯呢 就是我每一年 12月份都会买一幅画 代表了我这一年 就重要的一种 一种symbol 我也就是鼓励大家也有这种习惯 就是复画也不一定非得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 我们平台上有200到大概3000的左右的 其实我们好奇你们平台是根据适合来定这个价格的 你说是跟艺术家的了解谈不害还是你自己给它公价的 这个艺术家自己决定 我们也通过他就是包括他就是 然后他了解一下就是行情啊就是你的背景 我们平台上的平台上的有多让人看他们的作品啊 我们平台上如果有感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就去喜欢啊 这个平台不仅仅是个线上卖艺术品 我们真是一个一个给艺术家一种工具 他就是陪伴你 他也不可能让你肯定就是让你成功 但是他能加强你就是被别人认可的一种机会 通过平台通过我们新一代这种大数据的那种 用这种这些这些这些办法 其实在国内像这样的理念其实是有的很多人可能在做 但是在门头里其实我们看好像是西方社会 其实它有在某些方面是马上的事 比如说像这么多艺术家 为什么到现在都才有这样一个好的品牌出现呢 之前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事情了吗 其实这件事情还真的 我觉得有很多可能 创业成功这些效果 其实成功的最后还是看你对社会做的价值 因为说白了价值才能兑现成的情 其实我更好奇是马上你自己 因为你是很年轻的一个人去做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要commit的情绪 其实是还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的 而且你学的其实是IT对不对 我学的是 然后又喜欢创业 然后喜欢投入一些 对我大学的时候 有时候去办了一些叫创业马达松 英语叫Hackathon 然后就是把很多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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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程嘛 那些学机相机啊 那些学生积累24个小时做个比赛 然后做了两年啊 得了什么微软啊 骨哥的这个这个这个赞助 什么的极大的那个活动 然后我应该就是在大学的那个时候觉得 我觉得看着那么多就是很优秀的学生嘛 24小时做出了特别有意思的产品 我觉得从那个时候感觉创业啊 就是就是改变 也不是大改变嘛 就是你能对社会带来一点 就是价值想法 一个idea 是真的是可以把它变成 就是你不应该笑话一个人 用idea 用idea 但是第二点我选为了也是 你如果只有idea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你把这想法做成真的 是特别特别难的 我肯定会给你更开始的想法不同 要坚持下去的 那年轻的一代中国人也好在加拿大有华人 其实有很多人在德国生这个创业 但是其实他没有很大的思路说 我该怎么样在加拿大或是在跨国做一些创业的项目 你有什么样好介意给他们的吗 创业吧 0到1 是最难的 我觉得0到1和1到100其实难度差不多 所以你别不用太想 我现在就要去美国了 不要着急 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在波伦多 或者我们在莫特利亚 我很喜欢莫特利亚的这个所谓的英语叫product market 证明了你这个产品用户真的是喜欢用的 然后你在拷贝到 对 甚至到口内其实也都一样 都是一件事 但是最重要的是0到1 也得好好的花时间把这个产品 点数化出来 做好 后面其实也 那你觉得团队重要吗 团队太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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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项目呢 我相信很多人也想不做 甚至比如说我今天说出来有人想着开 对吧 但是也欢迎大家做嘛 最后让比基地书家做价值 我们也都是欢迎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团队 但是肯定做不出来 那你是怎么样架构或加入这个好团队 我是去年的9月份 刚从北京刚回摩特利尔 然后呢 我遇了这些公司的成人 然后发现这个CEOEVA手势 其实是我高中的学长 这个EVA手势是华逸的一个女生 他自己演的艺术家 然后他们和他在我们 之间都有共同的一点 我们都觉得这个问题很大 但是他们有的我没有 他们这个想法已经比较成功 产品还没那么好 但是想法上手势 特别看好 然后慢慢慢慢就是 这个和大家关系不错 所以我最后也到了这个联合上手势 我们特别的艺术家得救了 我现在觉得真的是 因为我接触了太多艺术家当中 就没有办法安排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我就会介绍他们给你的事 非常欢迎 然后我这一句也不是就是旧吧 我觉得这些艺术家本身是帮助我们的 他们本来就很有钱 互相成就 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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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